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的一些妇女 有做家务的人 肯定就是感同身受的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在做家务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会忽略到 很容易受伤的一些地方 所以稍后我们将会有专家 来跟我们好好的分析 那为什么说这个做家务 有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健康呢 因为如果有一时候 我们真的不小心受伤了 然后又没有及时去处理的话 这个就好像接下来要教给大家 这个成语一样了 我们的健康可能就因此赴水难收了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 就是这个赴水难收 那它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以前的汉朝时期 就有一个无限人 他叫做朱买成 那他在还没有当官之前 其实他家里是非常贫穷的 但是他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他非常喜欢读书 那他常常就到深山里头去砍财 然后来卖 来维持生活的 那有一次他就每次在挑着财 然后就是在走着路上回家的时候 也很喜欢读书 然后每次读书就念得很大声 那这个妻子就以为他在唱山歌吧 就好像以为他在唱歌 就每次就阻止他 结果他就不理 就越读越大声 那这个妻子就觉得有点羞愧 就很不喜欢他这样的一个举动 那而且这个妻子还嫌他非常地穷 因为他家里真的是比较贫穷了 那就砍财 才换取生计 真的是卖不了多少钱的 所以他就坚持要跟他离婚 怎么知道这个朱买成就认为 其实曾经有算命的人来算过我 其实我50岁就可以飞黄腾达 就可以发达了 到时候一定会富贵的 那他就说 现在我都已经40多岁了 那你再等多我几年 我富贵的时候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怎么知道这个妻子就觉得 这个人真是无药可救 真是不相信他还说什么自己会富贵 他说 你到最后一定会饿死在沟渠里的 所以还是坚决地跟他离婚了 那这个朱买成当然就没有办法了 就任由他离开了 那怎么知道这过了几年之后 这个朱买成真的是当了大官了 当了这个惠奇太守 那他在上任的这个途中就经过了这个无县 那这个县官就为了要迎接他 就大肆地张罗打鼓 叫人家好好地去打扫这个街道 那其中一个打扫的就是他的前妻 那他的前妻在扫着扫着的时候 就看过这个大官经过 才发现这不就是我以前的老公呢 那他的妻子就非常地 就不好意思了 就走到他前面 就要求复合这样子 因为毕竟他现在很富贵了嘛 那怎么知道呢 这个朱买成就拿了一盆水呢 就这样子泼在马前 然后呢 就可以就问他说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水呢 全部都收回来的话呢 我就跟你复合 那怎么可能会收得回呢 对不对 水耶 他是无形无相的 所以这个词后呢 他就间接地拒绝了他 那他的前妻也觉得非常地羞愧 然后很后悔啊 最后呢 就是上吊自尽了 所以那这个付水难收的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 已打翻的水呢 是不可能再收回的 那就比喻事情已经成了定局 难以挽回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在做家务 或者是做任何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要特别注意 不然受伤的一些地方 真的会不会变得更严重 然后付水难收呢 所以待会呢 我们就会专家跟我们畅谈这一块了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们还是静静今天的这个新闻热点 好像也是付水难收的一些课题 把时间交给Desmond 大家好 我是Desmond振威 那么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点新闻呢 就是有关我国所发生的一些家暴事件 从今年2019年的1月份 直到这个9月份的9个月当中呢 一共有4277宗有关这个家暴事件的 那大马皇家警察也说 在这4000多宗的有关的案件呢 里边涉及的一共有1600宗的案件呢 是涉及了年轻的职业女性 而这些年轻的职业女性 或者有关的夫妇呢 都是年龄介于呢 大概是25岁到35岁之间 意思就是说呢 他们是刚刚踏入这个婚姻的阶段来的 那为什么呢 就这么多的这个家暴的事件发生呢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有关的这个年份呢 当然首先我们来看看2014年呢 是4807宗每一年都有增长了 2015年呢是5014宗 2016年呢是5796宗 还有2017年呢就下降了一点点了 5513宗然后2018年又下降 4963宗来到2019年呢 是下降了就大概了有600多宗的 其实这些案件我刚刚有说到 其实有关的这些投报的人 然后呢警方也做出了一个调查 其实他的这个主因呢 就是主要呢就是第一脾气暴躁了 因为很多的这个可能 年轻的夫妇 然后他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很难去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的 另外就是他能忙于自己的这个职务了 还有就是加上经济有一些问题的 或者社交上 因为你都知道现在工作呢 都要出来社交吧对不对 所以会造成很多吃醋的一些状况的 是 了解了这些主因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那一对夫妇 如果真是没有办法去 就很好的整合的话呢 其实到最后呢 可能会导致腹水难受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怎么样来定义这个家庭暴力呢 那依据这个家庭暴力的法令呢 其实状况如下 马上来看一看 那第一就是你知道或应该知道 该举动会造成家里的人 人身伤害 就是你的身体可能会受到伤害了 再来就是性虐待 那情感或者是心理的一种虐待呢 其实也是属于家庭暴力的 再来就是这个恐吓 骚扰 或者是缠绕的这种虐待行为呢 会危害或者是可能造成 损害其他家庭成员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这种情况 应该要如何喝止呢 那第一 当然就是向警方投报了 就是最比较普通的 再来呢 就是列明施暴者的一些资料 就是谁对你施暴 你要非常详细地列明出来 然后还有发生的日期 时间 以及地点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真的是还在继续的那个家中 当然你就要赶快地申请这个临时保护令 来保护自身安全 再来就是这个暴力属实的话呢 就会出这个推荐信给这个福利部了 对的 那么除了就是向警方报案之外呢 也可以向一些其他的一些发展局等等 就是进行一些投报或者打电话给他们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着妇女家庭 以及社会的发展局呢 他们将会提供24小时的关怀热线 那有关的热线呢 就是15999的 提供了这个咨询以及投诉的服务 包括了家庭暴力 虐待儿童 问题 青少年或者是儿童 贫穷 或者是有关单亲母亲的一些事件 是的 那今天的课题呢 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做家务 其实很多事情真的是要特别留意 不然呢 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身体伤害了 马上进进今天大主题 研究发现常做家务能降低30%的心脏病风险 中风等心血管疾病风险 甚至还能延长寿命 但是很多人却发现自己常常在打扫或搬重物后 隔天就觉得腰酸背痛 其实这是因为做家务时 用力和姿势不当而引起的肌肉酸痛或运动伤害 虽说做家务是看似简单的日常活动 但因为是需要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动作的活动 稍有不慎或姿势不对 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小则背部疼痛 大则肌肉拉伤 扭伤 甚至追肩盘拖出 做家务真的隐藏这么大的危机吗 想要知道该如何正确地做家务 今天就留守活力加油站吧 是的 如果我们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去避免 我们就是会伤害的 受伤害 比如说可能车祸等等 可是在家中很多人都认为 可能还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你还是会受伤 说到这个做家务受伤 我自己本身就真的是有一个真实的经历 就自己曾经在吸尘机的时候 结果真的是拉伤了 结果还要好几天的复原时间 这个到底是因为年龄的问题变老了 还是 大概是吧 你的姿势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可能姿势问题而造成的 你还年轻了 别担心 还是请我们的专家助长吧 马上请到物理治疗师小莉莉老师 老师好 老师好 两位支持人 好 那可能我们先说一下 一般上我们在家里边 有什么特别的部分 我们是比较容易受伤的呢 比较普遍的话就是在腰部 还有手肘跟手腕 比较普通的是在腰部的时候 叫做足球腰部 就是往球肘 往球肘的症状比较多是 局部的疼痛在手肘的外侧 就是外面呢 你会感觉到隐隐作痛 类似这样 是吧 对 然后其他的症状就是说 当你在动你的手的时候 或者是手腕 就会感觉到那个手肘的外侧会 会痛的 它其实反而不是有关的 这个手腕或者手指 然后其实是手肘会痛的 你在动的时候 对 没错 但是其实手腕也是其中一个 比较容易受伤的一个部位 是不是可能就很多家务师 都是靠这里的力量 那这里痛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里的疼痛 手腕的疼痛 也是会比较局部 然后任何手腕的动作 也会导致手腕的疼痛增加 一般上都会感觉到 就是那个关节的这个部位疼痛 对不对 又酸又痛的 对不对 对 但如果是腰部呢 我曾经试过我之前拉上那个腰 就是完全不能下 你必须好像老婆一样 老太婆一样 整个腰是硬的 我也曾经试过 完全无法下床的 就要整个人慢慢这样 慢慢这样 腰痛可以分成两柱 是 比较轻微的就是局部的疼痛 那么比较严重性的话 就是说会影响到脚部的神经线 那么脚部神经线的症状呢 比较多是脚会有疼痛 然后会有麻痹 然后还有有震刺的感觉 那个是比较严重一点点 要不然的话 比较轻微就是局部疼痛 是的 那么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 这三个的这个部位是比较容易受伤的 那一般上我想了解一下做家务 做什么家务会涉及到有关的这些部位呢 比如说煮饭 洗衣 然后还有拧干衣服 就是需要用到手的很多肌肉 手的动作比较多 会比较容易伤害到手肘跟手腕 对 而且特别是洗衣服的时候 如果大家真的有在家 真的是用手洗过衣 你真的上下上下 还有那个拧干的部分 真的你的手腕 网球肘 这里都是很容易受伤的 所以看到没有 做女人真的是 真的 好 可是现在女人很好命 会请工人的 对 还在这里做 那比如说还有另外这个关节 刚刚刚我们讲到这里的 手腕 就是比较多是比如说你拿那个锅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锅是过重 对 然后这样子就会导致到手腕的伤害 是 那么比如说这些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拿东西 这个就是最灵活的 对不对 不过老师 我想问一问 如果我们受伤了这里的话 其实它的方言就是说 手腕很长 因为你每一天都要动 手腕很长 对 因为如果这里受伤的话 是建议就是休息 然后或者是穿那个手腕托 就是不要给这边的动作这么多 让可以让那个手肘慢慢复合 因为如果这边受伤的话 你继续动 它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康复的 那就是一直痛 所以可能就是姿势不良 比如说我们拿锅 刚才老师有说到这个手腕 拿锅很重 我们那个大厨有时候煮菜 这个部分真的是很容易受伤 但如果是腰部 是不是可能就是我们姿势不良 或者是上上下下蹲起来 这样的一个姿势呢 对 比较多是因为重复性的动作 因为我们做家屋的时候 是一直要弯 然后身体挺直 然后一直重复做这个动作 是 导致到过用时使用的伤害 对 那就比如说我们使用错误的姿势的话 比如说可能你做某些的动作的话 它是需要暂时地你一直在半蹲坐着 那可能就会拉伤其他的一些部位了 或者是你的这个物品过重 然后你其实符合不了你整个体重的 然后你去搬的话也很容易拉伤 真的 其实我们在拿重物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正确的知识应该如何 对 那所以在做家务的时候 家中的这个小孩子一定要帮你的妈妈 可是很多小孩子很讨厌做家务的 那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小孩子 爱上做家务呢 立刻来教你 让孩子爱上做家务的方式 不要对孩子要求太高 家长在吩咐孩子做家务时 要适时地收起完美主意 不要对孩子要求过高 小孩 毕竟是小孩 在做家务时 难免会有失误 比如在洗碗时 可能会把泡沫撒得整个厨房都是 或者在扫地时 可能还有一半的垃圾滞留在地上 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急着批评孩子 对孩子来说 积极的参与比结果更为重要 通过适当的方式提醒孩子 下次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千万不要批评 以免降低孩子的积极性 全部家庭成员一起参与 在一个家庭里 如果只有妈妈一个人做家务 孩子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 家务应该留给妈妈做 因此身为家里的一份子 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家务 如果有爸爸的参与 孩子做家务的积极性 肯定会提高不少 此外 家长还可以给孩子 准备一套适合他的劳动工具 例如小号的围裙 洗碗盆 扫法等 让孩子有自己专属的劳动工具 自然也会更重视做家务这件事 把任务具体化 家长可在每个周末定一个时间 让孩子完成某件家务 例如和孩子约定好 每个周末的上午要负责帮妈妈晒衣服 下午要负责帮忙买菜等 让孩子便会清楚地知道 自己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有利于培养孩子做家务的习惯 此外 由于小孩的理解能力有限 因此 在和小孩交代事情时 尽量把任务具体化 让孩子清楚地了解 整个任务的过程 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欢迎接受者火力加油站 刚才我们的萧老师就给我们提过 我们在做家务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伤害 那在这里 观众朋友就有一道问题 他的手机尾号是8753 他是说 我是一名家庭祖父 那长期腰痠背痛 是不是运动伤害呢 就是运动造成的伤害 是 其实这不是算是一个运动伤害 运动伤害是当你在运动的时候 而受到受伤 这个比较多是因为你在做家务的时候 进行重复新的动作而伤害到你的腰部 这个叫家务伤害 不像运动伤害 那说到运动伤害 可是这个我们的观众也提了提我 那么运动伤害 所谓的运动伤害又是怎样的 老师 对 运动伤害就比如说 当那个运动量已经超过人体能承受的那个极限 比如说好像这一个礼拜 我只是做举重20克 然后突然间我下个礼拜增加到40克 所以病气已经突然间增加太多 超越人体能承受的那个运动 它无法支撑的时候 那可能就会造成这个伤害 对 复合超越 是不是 那如果是会造成伤害又有哪一些地方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会造成伤害呢 比较普遍的就是受伤在那个关节跟骨骼 然后接下来就是韧带跟肌肉 还有那个肌腱 所以这几个地方会特别小心一点 对 老师跟我们讲一下肌腱 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受到伤害 因为肌腱会比肌肉比较小 然后那个肌肉是比较有那个收缩性 反正那个肌腱是没有收缩性 然后你突然间拉扯的话 它就容易断 所以它就比较容易受伤 还有就是 我想问一下老师 因为我每天也是有做运动 一般上你都会做完运动 你都会发现到肌肉会有痠痛 那么痠痛其实 听说也是会分很多种的 是吧 所以肌肉痠痛可以分成两种 一个是急性 然后另外一个是延迟性 急性的话就是那个肌肉痠痛 是在你运动当中而产生的 就是立即你就可以感觉到疼痛了 就是如果你拿重量的话 你会觉得很酸 就拿不起了 那个是立刻的 对吧 对 那种感觉就好像肌肉僵硬 很固定的那种感觉 这个通常是那种很久没有做运动 然后突然做得很激烈 对 然后就突然会有这种急性 如果你的重量会会 真的吗 你重复做会 然后可是你停止之后休息一下 然后过后还恢复 那个力气又来了 又可以再做 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延迟性的是怎样 延迟性通常是运动过后的 一两天时间里面 而产生的运动痠痛 就是那痠痛会一两三天的 对 伤不到洗手间 很痠的那种 比如说你的腿 还是你的手臂 对 上下楼梯也不可以的 那么我们这里也是有一个观众 手机尾号3765 他就想问一下老师 这个可能就是有关家务伤害 他就问 他在扫地的时候 脚扭伤了 应该是热肤还是冰肤呢 这个真的很多人都会考量的一个问题 对 我很多病人也是会问我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是拉伤到你的关节的话 就是建议放冰肤 拉伤到关节 我们怎么样定义它是伤在关节呢 哪里疼痛 关节比如说是手腕 手肘 或者是肩膀 或者是脚 那种会动的地方 这种关节 对 这些就是关节 所以建议是放冰肤 就是说当你拉伤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你的关节是比较重 然后摸起来是比较温 是 那么此时此刻你就应该要放冰肤 明白了 让它冷却一下 裤刀一下 对 裤刀也要看到 对 那么说到这个热肤冰肤 对 那么其实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是不小心受伤害的话 我们除了做这两样东西 还有什么可以缓解一下有关的这个痛楚 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那些伸展的运动 还要做伸展 受伤了吗 对 受伤其实是 比如说就是在一两个礼拜可以休息 先休息 可是避免做剧烈的运动 也是让受伤的部分可以慢慢复合 是 可是也不建议就是完全不动 因为完全不动的话就会影响 僵硬 就会把肌肉僵硬 或者是肌肉萎缩 关节僵硬也是 所以就是可以做简单的那些动作 可是不可以完全不动 好 所以其实在初期的时候 当然就是要多休息 还有刚才老师有提到就是冷肤 那热肤如果是什么情况之下 是必须可以用热肤的吗 热肤的时候就是当你拉伤到肌肉 比如说背部 背部比较 我们比较多肌肉是在背部的 所以当你拉伤你的背部的时候 就是应该要放热肤 如果关节的话就是冰肤 关节就是冰肤 所以观众朋友们要记得了 不要随便地乱用 对 那所以热肤就冰肤 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用法的 对 不同的学问 那老师刚才也跟我们提到初期 那如果是中期还在疼痛 怎么样定义为是在中期呢 中期就是通常就是在 受伤的两个或者是四个礼拜过后 那个算是中期 就还是在疼痛的 对 可是应该会慢慢比较好 初期的时候是最痛的时候 可是慢慢中期那个痛的程度 应该会慢慢减少 可是那时候我就看到刚刚你有说 就是还是要做一些伸展的运动 对 为什么呢 就是给有关的肌肉再放松还是怎样 是给它再放松一点点 因为这个时候你是需要 开始进行你的复健 因为如果你没有进行复健的话 那个肌肉如果已经萎缩了 过后你再来训练的话是有点太迟 那其实这个肌肉它是要 它萎缩的一个时间其实是有多快的 很快 其实很快 如果你完全不动的话 它就萎缩了 它就萎缩 大概一个礼拜就可以萎缩了 一个星期 好 那如果到后期的部分 就开始要进行复健 对 后期的复健会比较针对 是看你的工作的性质 或者是你的运动类型 比如说你是巴黎 跳巴黎的 所以你是需要一定的伸展性 所以那个复健的话 就会做很多伸展的那些运动 对 那么比如说你是一个 运动类型的话 那么就会做很多脚步的训练 就会给你的脚比较有力一点 是的 那么刚刚我们了解了 就比如说你受伤之后 可能还有初期 中期 后期不同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比如说休息大家都懂 可是又休息多久我们也不懂 对 如果这是普通的好像拉伤 其实大概休息一两个礼拜就可以了 我有一两天 要一两个礼拜 一两星期 其实是建议就是一两个礼拜 就是休息 不过还是要继续要动 可是不可以 轻变的那种 可是不可以就是举重 就是激烈的运动就要避免 是 可是如果你好像是发生了车祸 就跌倒 就是很明显的肌肉有受伤了 就是关节受伤了 那么其实我们身体是需要六到八个礼拜 来康复的 来恢复的 大概都要一个月半和两个月的时间 那刚刚我看到就是有一些肩部的训练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是吗 对 肩部的训练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的手肘 跟你的手腕的疼痛 那如果有任何人在做家务或做运动 这两个的这个局部的肌肉受伤的话 那可能就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一个运动 对 老师现在手上也拿着哑铃 是不是来做这个运动的呢 简单的 对 那比如说呢 那比如说你们家里面可能没有哑铃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用这个矿泉水 那矿泉水就是最好用这样的 还是还要更重一点的 其实大概五百或者是一厘的水壶也是可以的 那就可以了 这样子刚刚好 不能太重 这么大只 用一厘米了 好 那么其实应该要做整个运动 对 怎么要做呢 要去舒缓它 这是针对手肘以及手腕的 对 那么先要双脚打开 与肩同宽 好 然后身体要挺直 因为如果你驼背的话 然后你在做伸展的运动 很容易导致到肩膀疼痛 千万就不要整个缩在一起 对 挺直很重要 要挺直 挺直 不能这样 要这样 挺直 你才不会受伤 是 然后那个手可以拿起来 大概90度 90度 那个手肘大概是90度 好 然后就往上挺 往上挺 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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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然后就弯你的手 也是90 手肘也是 老师 这个节就是要比较慢一点的 对 不可以太快 就是这样子 大概这样子的速度就可以了 然后重复大概10到13次 这个主要是怎样 把整个肌肉来放松还是怎样 其实是锻炼你的肩膀的肌肉 因为手肘跟手腕的受伤 比较多是因为肩膀不够力 因为我们在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需要用比较大的关节 比较大的肩膀来去做这些动作 而不是用小小的关节 小小的肌肉去做那些家务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里强化了 那其实我们在做家务的时候 就比较可以减轻这些受伤了 那除了这个训练之外 老师还有别的招吗 比较多是手的肩膀 就是这样子 是 比如说腰痛的话 腰痛的话应该怎么办 腰痛的话 比较多是训练那个脚部 脚部跟臀部的那个力量 也是因为这两个脚部的肌肉 强化了 不够这个力量 对 没错 对 那么那个脚也是要打开 跟肩膀的宽度一样 是 然后臀部要往后推 往后推 往后推 然后做一个半蹲的动作 记得在做半蹲的动作的时候 膝盖是不可以超过那个脚趾 是 正确受伤到膝盖了 是吗 对 那你在做半蹲的时候 那个腰也是要保持在中立 而不是整个腰是凹起来 因为你凹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用很多腰部的力 就比较多是要用 所以主要整个的关注力 你一定要放在有关我们的这个 腿部的肌肉这里 后腿 所以在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感觉一下 是 我现在在做这两个简单的动作 你做到好像猴子这样 我都觉得我全身开始温热了 对 对 所以那这个就是 平时就可以训练我们整个这个腰部 对不对 对 好 了解 其实是比较多 是当你的脚比较有力的时候 它可以支撑你的那个腰比较好 所以你的腰部 不会这么容易受伤 所以大家在做家务的时候 也要特别地注意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来看看就是这个 各质地衣服的这个清洗方式有哪一些 各种质地衣服的清洗方式 棉织品 如果是用洗衣机清洗棉织品的话 可参照洗衣机说明书指示的要领操作 如果是用手清洗 那么就得先将脏衣服用温水浸泡至少半个小时 再涂上肥皂或浸泡在洗衣粉溶液中 不同厚度的棉织品有不同的清洗方式 例如薄的织物用手轻轻搓洗 厚的织物则需要用软毛刷轻轻地刷洗 两者在搓洗后放置半小时 再用清水清洗即可 毛制品 贵重的毛制品最好是用干洗的方式清洗 因为浸洗会使衣物走样并褪色 一般的羊毛制品可选择使用 丝毛洗衣液来清洗 洗涤前先用冷水浸泡30分钟 切记不可用热水 以防衣服的伸缩性能下降 将羊毛衣衫放入丝毛洗衣液中 静待10分钟后再用手挤压 让脏水溢出 之后再针对领口袖口等溢脏的部位 再认真清洗一遍 洗干净后用双手挤出水分 记得千万不可拧干 然后再拉平晾晒 晒衣时将下摆和袖口往里卷一些 可以防止毛衣松散 丝绸衣物 丝绸衣物一般需选用中性或高级合成的洗衣液来清洗 此外一般不用洗衣机洗涤 以免损伤衣服材质 洗涤时先用热水融化洗衣液 再溶液冷却 之后再将衣服浸入溶液中 用手轻轻的搓洗 最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由于有印花的丝绸服装比较容易褪色 所以不宜水洗 最好采取干洗的方式 一旦丝绸服装洗干净后 千万不要用力拧脚也不能曝晒 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即可 欢迎收看《活力加油站》 欢迎收看《活力加油站》 那么当你在受伤的时候 我相信在家中可能你爸妈或者你的朋友 都会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对不对 要很小心地照顾我 不然可能你的腹腱就会比较难了 是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 可能解开类似我们可以说归纳为迷思吧 对 大家对于可能做一动或是做家务的 如果是身体酸痛或是受伤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迷思和问题 那第一道马上来看一看 我们也收集了许多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肩膀酸痛贴这个高药布就好了 这个家里的爸爸妈妈很喜欢做的 真的 是不是 我在外国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做的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是治标而不治本 它就缓和 对 可是你不知道 其实背后酸痛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看医生 或者是去看物理治疗师 来做一个检查 来找出那个肩膀酸痛的原因 这样我想问一下老师 那么一般贴高药布 这些高药布它的原理是怎样 它就是因为你贴上去是热热的 很舒服的 对 没错 其实那个热热的感觉 就好像你放热肤的感觉也是一样 也是让那个肌肉比较放松一点点 舒缓 那么那个疼痛的程度就会减低 那其实就是减低你的疼痛而已 可是因为刚才老师在之前也跟我们提过 如果是关节受伤 是要冷敷的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再贴上这种 高药布的话 可能就会加剧了 就错了 对 那所以要特别小心 那么第二道的问题就是扭伤后 越推拿就越伤 是吗 因为就会去推 因为老人家不要再推了 类似这样 其实是对的 其实是不可以去推拿 因为你受伤了过后 如果你再去推的话 那个受伤的部分没有办法好好地休息 没有办法好好地复合 其实是就是要休息 像我刚才所说的 就休息大概一到两个礼拜 可是还是要稍微地轻微动一下 所以扭伤之后真的是不要动它 不要大大的动作 是 比如说激烈的动作 比如说举重这些也是要避免 大概一到两个星期 因为我们去看铁打 它是很大力推的 老师 是 然后很大力这样子 反正这样子会让到受伤的部分更受伤 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让它休息 复合 对 很错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找的那个推拿师傅 他是不是专业的 而且他推的地方是不是正确的 这也是很多时候会考量的部分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扫地的时候有用双手会比单手更能减少伤害 这是真的吗 其实这个是看情况而定的 比如说那个扫把是比较短一点点的话 是 比如说 然后如果是扫把比较短一点的话 那可能用的这个力量又不一样了 对 姿势又不一样了 对 姿势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对 比如说扫把是比较短一点 比较轻 那么就可以单手用 那么如果是扫把比较大一点点 或者是细成肌比较重一点点的话 就需要用两只手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是 那除了单手和双手之外 姿势又是怎样呢 老师 单手的话我觉得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手掌其实是往外向的 往外 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子抓的话 这样子扫的话 很容易会受伤到肩膀 那身体呢 身体呢 因为一般上你扫地的时候 你都会弯腰的嘛 对 会有点清晰 所以你就要念刚刚那个 不要太晚了 扎马布 对 其实是要扎马布 其实稍微弯你的膝盖 然后身体往前倾 就用你的脚部的力量 而不是一直弯腰 就是用腰力 就容易闪到腰 了解 那老师在拿手的话 特别是若是单手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会用到手腕的力量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避免 这样子的话就可能要用两只手 然后这样子就这样子扫把 你就不要把整个力量着重在这里 手腕 你可能就要把整个手 对不对 那可能就可以避免有关的伤害了 对 那么除此之外 拿重物的时候 要先蹲下再拿会比较好 是不是 其实是对的 比如说在拿重物的时候 就需要做一个半蹲 然后那个腰就要保持在中立 就是这样子就会使用到脚的力量 而不是再用到腰 所以记得就刚刚我们老师有教我们的 比如说在拿重物的时候 先要半蹲才这样去拿 对 这样子 对 千万不要这样拿 对不对 对 因为可能就会伤到了 对 这个是很多人真的会 重复地犯下这个错误 对 因为懒惰 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我们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下楼梯比爬楼梯更伤膝盖 这是我妈妈 我每次都在 她说下楼梯真的很痛 她的膝盖会很痛 是 心里真的会比较伤 对 因为其实下楼梯的时候 是需要用到我们大腿前侧的肌肉 是 比较多一点点 当我们下楼梯在弯的时候 因为需要用到很多力量 这样子会产生到很多的压迫力 在那个关节 所以造成膝盖伤害 是 可能我们给镜头看一看 其实刚刚老师有指导的话 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膝盖 我们这样下楼梯的话 就把整个的这个力量 着重在这里了 对 所以就很容易受伤了 在我们这个地方 对 那如果是良好的下楼梯的方式 又应该如何 其实是没有正确的知识 比较多是你要确定你的肌肉 其实是有力 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力量 才能保护到你的膝盖 对 所以还是强化肌肉的部分 对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为何盘腿座会脚麻痹呢 因为长期盘腿的时候 会影响到脚的血液循环 然后如果那个脚的神经线的血液 脚的神经线没有得到 足够的血液供应的话 就会导致到有麻痹 所以每次你站起来 在走动的时候 那个血液循环会比较好了 对 所以那个麻痹就会减轻 你就会开始发现 你开始有一点的 这个小蚂蚁在你的脚开始走 因为你知道妈妈很习惯 做家务的时候 学菜还是折衣服 弹腿 其实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不可以太长时间 所以要特别小心 是的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萧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是 谢谢 讲解了许多有关的运动伤害 交务伤害等等的事宜 是 没错 那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 8864的阿温 不知道今天有什么样的娱乐新闻 是的 那待会儿 三点钟的8864 我们将要一起带大家回到 杨澄霖的演唱会现场 我相信有去到现场的人 我只能用羡慕妒忌恨来形容 不过等一下会播出 杨澄霖这一场演唱会的精华 而且还会有结束的片段 所以待会儿三点钟 千万不要错过8864 这个时候继续活力加油站 谢谢阿温 那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现在你可以节省90%的投资 就能够达到更有效地 透过这个电视平台拓展您的业务 以及推广您的品牌 对了 在这个TV NOW 有经验吩咐以及专业的媒体团队 将和您共同商讨 以及为您定做一个非常吸引 观众目光的电视 以及数码媒体的推广策划 那您将见证这个选招的业绩增长 绝对实惠的 那还等什么呢 你可以赶快到我们的 TVRSVP.com注册 然后加入我们吧 是 没错 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我们还有Casey会出场 千万别走开 感谢值得 perspective 然后片段 让对了 可惡的 微博 在一个 可惡的 它 还是 它 它 是 股 有 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比如说如果受伤之后 其实你如何就是缓解 或者是把你的这个肌肉放得比较轻松一点的 对不对 好 放松肌肉其实有很多方式 其中一个方式是可以利用滚筒 风托车来放松我们的肌肉 是 滚筒就是这样子了 对 什么叫做滚筒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Casey老师和我手中 那这个叫滚筒呢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Casey老师 就是来按摩 来按摩 自我按摩 这个是自己按摩 对 因为你就不用付钱 对不对 你自己受伤的话 你就自己来按摩 但是我们要有这个滚筒 对 最好就叫做这样的滚筒 但应该要怎么做呢 好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两个动作 好 第一个动作 我们会先来自我按摩我们的腿前方 前方 比如说可能我们在做家务的时候 或者是上楼梯的时候 刚才我们的老师有跟我说 对 这个部分很容易受伤 是的 那很痠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好 我们就把那个滚筒侧放 好 往前倾 就把那个脚前腿压在那个滚筒上面 前腿压在 然后另外一只腿 我们就把它舒服地放在旁边 好的 这样子压着 对 压着压在上面 好 压好了过后 我们可以前后滚动 滚动的时候要注意的是 我们不要快速地移动 我们要放轻松 慢慢 然后 慢慢地 然后保持正常的那个呼吸的规律 对 真的很酸 对 会有一点酸痛的感觉 是 好 你在滚动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些比较酸痛的点 那你就可以在那边 按着大概20到30秒 就是不动 就是不动 对 就不动 二三十秒 对 如果觉得太过不能支撑 是太多 就可以继续地移动 好 再寻找另外一个点 好 主要是 这个不在滚筒上面的膝盖 可以往外推 往外 会比较舒服一点 更痛 对 这样的话 谢谢老师 我想问 因为我们的这个腿的肌肉 很大块 对不对 有没有说我们在 怎么说我们在滚动的时候 要左右 人也是要左右这样 对 Desmond说得很好 所以除了前后滚动 你也可以就是左右摆动 左右摆动也可以 是 左右 所以摆动的时候 还是一样保持缓慢的速度 就是它这样的左右 对 你会寻找到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一些酸痛的点 是 其实就是不一定就是要受伤 就做这东西 是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时常也可以做 对不对 运动之前 热身 还是冷静 也是可以用的 好 第三个方式其实还有 另外一个就是把你的后面的小腿 拉上来 再拉起来 一层加剧吗 这个是 加剧 加剧 你的那个感觉 是的 加剧 他很痛 这就是因为表示我的肌肉 是非常紧绷的 是不是 属于比较紧绷 那还要再加剧呢 那个脚可以这样移动 好 好 来 第二个动作 我们会移去我们的臀部 对 臀部 首先我们要先找我们的后面的口袋 后面的口袋 对 是的 然后那个 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呢 就是在酸痛的地方放那里就可以了 还是 那个裤子后面的口袋 那个 那个就重要的 对 比较多肉那边 比较多肉的地方 对 简单一点吗 可以了 是 好 好 所以我们可以先 去做饭去吗 对 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右脚踝 放在左膝盖上面 好 是 然后我们的那个重量 可以往我们的右边轻 好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放正呢 好 你这样一放 你的那个臀部 你会拉开 是 这样一拉开 你会比较容易来缠绷它 是的 是 那么刚刚我们的老师有提到 就说有些时候你的这个肌肉萎缩 然后紧绷了之后 其实你就是要做 类似这样的一些拉筋的动作 来放回它松 是不是 对 我们要来放松我们的筋膜 好 那这个应该也是这样做 可是这个如果是左右的话 应该要如何 这个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前后 也是可以左右 左右 这样 速度还是一样要缓慢 不要不要太急 这是主要就是要缓慢 对不对 是 如果就是特别到那个地方痛的话 我还是就是停在那个地方 是 20到30秒的 对 好 这是臀部 可是老师刚才有说到这个口袋口 那我很好奇 为什么一定要放在比较多肉的地方 因为主要我们不要把它压在 比较有骨的或者关节的地方 因为毕竟还是会有一点痛 我们不要用伤害 我们不要伤害我们的骨跟关节 是 对 好 那所以观众朋友呢 你学会了这个东西呢 可能就是可以回家买一个 然后自己再尝试做了 是 所以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 因为在市场上 好像有看过一些有比较长的 那我们要选择这种 还是要比较长的 还是怎么样 比较长的 其实如果看个人喜好 如果你要带着随身的话 当然是短了这样的长度 腰轻便容易 对 你就可以放在你的健康袋 你就去运动的时候 或者去旅行的时候 你也可以带着它出门 有一些我看到是比较硬 有一些这个是比较软的 初学者 我们会建议比较软的 然后你开始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感觉 是 你就可以上去比较硬的 你就可以选择比较硬的 那其实老师 这个风柔软 它的原理到底是怎么样 为什么我们酸痛的地方 压在上面 滚一下就可以舒缓呢 其实它的那个道理 就跟人帮你按摩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就好像你的筋膜有一点紧绷 是 你会去找人家帮你按摩 所以你不要人家帮你按摩的话 你就用这个来 用这个 用你自己的那个重量 跟那个地形引力的关系 简单来说就是你在瘦伤 或者是紧绷的时候 你的肌肉是很压缩的 对 然后你把它这样子推开 就让它舒缓 然后它就可以开始有空间了 是的 那么其实也是不应该做在关节上 是吧 对 非常重要 所以最主要不要压在我们的骨 不要压在我们的关节上 最好就是压在肉的地方 是 所以观众朋友们要记得了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Kissi老师 谢谢老师 好 那明天的课题呢 我们将会和大家探讨的是什么呢 就是看子佳可以看出你的健康 真的很好奇 对 好厉害 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记得你们可以简讯给我们的 我们就是有热线 欢迎大家简讯给我们 是的 没错 0183700792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有一个甜品介绍给大家 就是这个竹炭抹茶蛋糕 马上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是Hairhouse Academy的Chef Tong 今天呢 我要来教大家做的是 竹炭抹茶蛋糕卷 首先 我们要来准备的是竹炭蛋糕体 把蛋黄 水 油 竹炭粉和低筋面粉 搅拌均匀备用 再把蛋白和细砂糖打发至中性发泡 将两者混合均匀倒入模型 以180度烘烤15至20分钟即可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的是抹茶馅料的部分 将抹茶粉和小量的动物新鲜奶油 混合均匀成为抹茶酱 把大量的动物新鲜奶油和细砂糖 打发至所需的程度 放入抹茶酱即可 把打好的抹茶馅料涂入蛋糕体内卷起 收入冷冻库 冷藏自印 把冷冻好的蛋糕卷取出 放上装饰即可 这样我们的竹炭抹茶蛋糕卷就完成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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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